以后所有的换照都要适用这个评分表 NCC记者会上突如其来公布频道换照审查评分表 过去的话是因为我们是委员会议 是要尊重那个出审会 出审委员会所打的分数跟损议结果 所以他们没有再更进一步的去打分数 但事实上是依照换照办法的规定 其实上是委员会议应该要打分数 换照方法每一项配比都有明确配分 NCC宣称主动公布频道换照评分表 但时间点却很巧合的落在中天补件后两天 连NCC也承认中天补件前并不知道评分细项标准 所谓的三阶段审查就有猫腻 审查评分表第一阶段再度看到了国家安全四个大字 但根据卫光法第十条 只有新进申请频道业者才需评断国安题 但如今却在换照审查评分表 就要审查对国家安全有无不利影响 进一步研究换照审查第二阶段 配分细项未来六年营运计划占60分 过去六年执行报告占四成 在未来六年当中有高达25分在审查频道定位 节目设计安排节目编排与制播安排 文字上都说了要评断是否符合观众需求 但却又是NCC评分 学者质疑NCC把新闻当节目做审查 有插手内容的嫌疑 另外在配分上 中天表示根据不管是在未来六年营运规划 换照审查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 其中关于第一项第二款 各项评分基准所占比例为4比2比2比1比1 分别为24分12分12分6分6分 但NCC公布的评分表却是25分15分10分5分5分 此分数以明显违背换照审查办法 准用申设审查办法之规定 另外有关过去部分 是用申设办法的比例及4比2比2比1比1之规定 40分的各个项目因为16分8分8分4分4分 不过NCC近日所公布之评分表 策为8分20分4分4分4分 擅自提高内部控管机制及内容编审制度为20分 显然是为了中天新闻量身顶做 为什么每一个项目会有不同的给分 它给分的标准是什么 NCC应该要把它讲清楚 前NCC委员认为如果这是异常口试 NCC的做法就像口试已经口一半 才更改评分标准 都已经交了资料了 你才开始公告说我要评价什么项 非常不正常的 对于相关质疑NCC副主委翁伯宗回应 审查项目完全没有改变 内出细项配分是拘束评分委员 所有换照都适用 只是沿用过去外部出审评分表 进一步把法规内容表格化 但实无前例的听证会 中天全程配合了 说好的补件要说清楚 中天新闻也照办不误 此刻NCC再出招公布评分表 公平性又被打上问号 解台北综合报导 换卫言论自由到底 抢救中天 台湾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立刻订阅中天电视YouTube频道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